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263集 村头男子虽然兴奋了 但是那死欲眼男子的面色却是变得更加凝重了 他再次把小瓷瓶的瓶塞打开 一道红光再次从瓶子里面飘了出来 然后撞入村头男子的体内 当那红光进入村头男子体内的时候 村头男子如同身材壮手男子一样 也是生出了一股恶心的感觉 他正想把酒杯子放下 但这时候张凡再次捏起一个指角 点在了村头男子的身上 那红光便再次飘回到小瓷瓶里面 瞬间 村头男子发自于内心的恶心感骤然消失 将杯子里面剩余的酒全部都喝完 等他喝完了 把酒杯子放在桌上 脸上浮现出一抹喜色来 望向死于眼男子 行了 掏钱吧 死于眼男子看了一眼村头 这钱他不想掏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又不能不掏 又点出888块钱来 放在村头男子的手里 尊多男子从里面掏了200 把剩余的688递给张凡 张凡则也是笑着点头 张凡笑着点头 而后又高声说道 还有谁想试 如果失败了 我给出钱 他如果剩了 要分给我688 我试试 我也试试 众人纷纷开口 张凡组织好众人 为众人立好了顺序 便一个一个开始尝试 尝试挑战的 一共20人 这20人 有18个人通过了挑战 只有两个人失败了 当然了 这18个人可以成功 全凭了张凡 暗中帮忙 把邪水赶走 不然的话 他们都会被那种恶心 呕吐的感觉给全退的 现在又通过了18个人 加上之前的两个 一共20人 张凡虽然输了800 但死于远男子 却掏了将近的 一万七千块 他兜里面的钱 已经要输光了 他只好让众人散去 令他不解的是 之前一直屡试不爽的招数 今天为什么会失败呢 等人都离开以后 他得和磁瓶里面 互里互会的老朋友 交流交流 问问原因 他让众人散去 自然免不了众人的埋怨 因为啊 还有人想继续参加呢 虽然大部分人 都已经走了 但张凡几人 却并没有离开 见张凡四人没有离开 死于远男子 满脸不高兴地说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想从我这赚钱啊 此刻的死于远男子 非常地讨厌张凡 没有张凡的支持 那些人也不会如此 有恃无恐地参加挑战 他也更加不会损失 这么多钱了 张凡并没有回答 死于远男子的问题 而是把目光 投向了方浩明 浩明 你带他们两个 去别的地方转转 我有话要和这位老板说 方浩明点头 而后带着张力和他老乡 就一起离开了 鹰鬼 本不应该逗留人间 你居然想靠鹰鬼 来帮忙挣钱 这缺德的事 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得为你的子孙后代们 想想啊 听到张凡这话 死于远男子的瞳孔一缩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了 是你 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我不是搞鬼 我是在帮你 你和鞋碎在一起的时间不短了 你对于这方面的事情 应该也了解一些 你也应该知道 公安局里有一个灵异部门 如果查到你利用鞋碎 谋取私利 绝对不是把你的钱 营光这么简单 你恐怕还得吃几年捞饭呢 张凡在灵异部门的时候 曾经见到过灵异部门的 相关法律法规 这种靠鞋碎来谋私利的行为 判处的罪行是很重的 听到张凡这话 死于远男子的嘴角微动 他知道 这话说的是真的 并不是危言耸听 你 你想怎么样 把那鹰鬼交给我 我让他入阴曹地府 让他转世为人 听到张凡的话 死于远男子 下意识看了看手中的慈平 眼神里 浮显出了一抹不舍 因为 他与慈平里面的鹰鬼 这段时间的合作 为他带来了 很大的利益 如果我不是看在 你儿子没有母亲 你进去以后 他没有人照顾 你也不算是什么大恶人 我是不会在这儿 跟你默契的 我会直接 把你交到灵异部门 交给他们处置 张凡见着死于远男子 迟迟不肯把小慈平交出来 有些不耐烦了 你要再不给我 我可真就把你交给灵异部门了 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况 张凡是不想管的 想把他直接交给灵异部门 但是 张凡从他面向里面看出来 他老婆已经去世 而且父母体弱多病 还有一个儿子需要照顾 所以张凡动了侧影之心了 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张凡可以一口说出他的家庭情况 死于远男子的心底充满了震惊 很显然 面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应该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而且 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张凡提及他的儿子 可谓是戳中了死于远男子的要害 他有些不舍得看了看手中的慈平 而后 递在张凡的面前 小先生 这个给您 多谢您网开一面 没有把我交给灵异部门处理 如果真把他交给灵异部门 他儿子无人看管 很可能变成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在他的心底 儿子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变成了这样 他感觉 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和希望 赚再多钱 那也是没用的 张凡接过慈平 又望向那名死于远男子 投机举小的买卖干不长 想干就好好干 好好培养你儿子 你儿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听到这话 死于远男子 眸子一亮望向张凡 感激道 多谢小先生提醒 多谢小先生 我一定会好好地培养我的儿子 好了 你忙吧 咱们有缘再见了 张凡看了他一眼 直接便离开了 其实张凡并没有从 死于远男子的面向上 看出他儿子的前途 他之所以这么说 目的便是为了激励他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